这次吴京真的要当冤大头了 谁也没想到吴京也会被网友要求退票 而且还是退几年前战狼的票 7月24日 吴京在自己的账号上分享了一张自己新电影的海报 希望大家多去捧场 本来这是非常正常的商业宣传活动 但谁也没想到 吴京的评论区居然莫名其妙被沦陷了 扑天盖地的网友跑过去质问吴京 说让吴京退票 让吴京把主演的电影战狼的票钱退给大家 至于退票的原因 则是这些网友觉得吴京电影战狼中 有一个去国外营救中国人的情节 而且还有一些热血的台词 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等 然而近期缅北那波步伐分子越演越烈 骗了不少中国人到那里去 从网上曝光的部分视频能看出 他们真的是相当凄惨 这跟战狼中的情节完全是两码事 可以看出中国人去国外也会很危险 中国似乎没有强大到让别人害怕 中国人在国外受到欺负 也没见吴京那样的英雄前来搭救 其实吴京真的还是挺冤的 他只是一个演员而已 他真的没权利去缅甸救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 网友如果不去吴京评论区留言 还能去哪里留言呢 他们针对的或许不是吴京 他们只是想发表一下自己的心声 引起某些人的注意而已 好了 我们说回吴京 为何中国电影票房榜 前二都是吴京主演的电影呢 为何中国这么多的明星 唯独吴京可以实现票房前二 强如成龙李廉杰周润发 刘德华周星驰梁朝伟 古天乐 沈腾邓超 王博等等的一线明星 为何就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呢 无惊人的故事 其实和大部分武打演员一样 吴京成名之路的起点也在港圈 就算是一切的 这些人都比不过他 他比不过周星驰 甚至论名气 他都比不过李廉杰周润发等人 为何大家就喜欢看他主演的电影呢 或许他能有今天的成就 跟他成名前那段黑暗的日子 以及他的老婆分不开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吴京的故事吧 其实和大部分武打演员一样 吴京成名之路的起点也在港圈 九十年代初 内地的武打电影较为低迷 港圈的武打电影却是如日中天 作为一名功夫小子 吴京也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去香港电影圈发展 不过当时的吴京还没贴上硬汉的标签 还是妥妥的奶油小生一枚 但他在香港的路却越走越窄 最终只得回内地发展 为何?且听我慢慢道来 1974年 吴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武术世家 他的家族是满族正白旗的乌扎那巴士 是清朝被推翻后多尔滚的后裔 姓氏为吴 因为祖祖辈辈习武 吴京六岁时被父亲送到北京石刹海体校习武 成为李连杰的弟弟 1986年 12岁的吴京就获得了全国武术比赛全枪刀冠军 但却在14岁时因为一次意外受伤 导致腰部受损 当时医生曾断言 吴京的下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因下肢瘫痪动弹不得 腿部肌肉萎缩 甚至拿到了残疾症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 吴京以常人想象不到的毅力与意志 每天进行疼痛难耐的康复训练 最终重新站了起来 成为了当时医生眼中的奇迹 康复后 他正式进入北京武术队 师从培养出李连杰的教练吴斌 1991年在全国武术比赛上 17岁的吴京斩获了枪术队练冠军 3年后20岁的他又获得了全国武术比赛精英赛枪术队练冠军 从此他就成了武术队中的一张王牌 深得吴斌的器重 可练习武术本就容易受伤 吴京之前康复的时间也不够长 因此再一次训练中 又导致右脚受了伤 最让吴京备受打击的事情是在受伤之前 吴京的待遇非常好 每次吃饭都有四个凉菜八个热菜可选 住的也是两人间 而受伤之后不仅待遇变成了普通待遇 就连队友也常对他冷嘲热讽 这段时间是吴京的低谷期 不久后吴京退役武术队 为了生活 他摆过地摊 卖过西瓜 倒腾过服装生意 也是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 他的初恋女友跟他分手了 那时的李连杰 已经在香港凭借《黄飞红》系列迎来演绎事业新的高峰 而曾经发掘出李连杰的张新岩导演 此时也想启用新人 于是又故地重游来到时差海体校 历经波折才在吴京师傅吴斌的介绍下认识了吴京 并把他带到香港 于是凭借着一副交好的面容和武术功底 吴京进入港圈谋求发展 1996年 张新岩联手袁和平推出喜剧功夫片《功夫小子闯情关》 可惜这部电影剧本上欠缺打磨 其故事老套 吴京的演技又太青涩 上映后未能取得好的成绩 在香港仅收获74万港元票房 但张新岩对吴京的信心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决定改拍电视剧 于是在两年后 又推出了根据清末武术家杨入禅故事改编的《太极宗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拍摄《太极宗师》的时候 吴京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 当年最上镜的香港小姐樊一鸣 樊一鸣比吴京大近三岁 在《太极宗师》里面饰演女一号 由于樊一鸣没有功夫底子 吴京热心的亲自当樊一鸣的指导教练 还自愿当起樊一鸣的替身 樊一鸣回忆说 当时许多明星都有助理或者工作人员 帮忙拿衣服领盒饭 虽然该剧是制作方为吴京量身定做的 男一号也是吴京 却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去领盒饭 有时等他领到就没菜了 只能吃白米饭 换戏服请求工作人员帮忙 都被翻白眼了 最心酸的一次是当时吴京妈妈过生日 她跑去办公室想要打个电话回去 结果被呛没有钱就别打 这些都被女主角樊一鸣看在眼里 当时作为搭档的她 问吴京都这样了还要拍戏吗 吴京回答 自己不怕这些东西 自己不会放弃 慢慢的 他们俩却因戏生情 单纯的吴京觉得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女的时候 却不曾想到的是 对方说出了一句话 如果你三年赚个五百万 我就嫁给你 当时吴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惊呆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自己喜欢的人 居然是个拜金女 不久两个人就分手了 樊一鸣转身就投入香港富豪罗兆辉的怀抱 然而两个人在一起没多久之后就分手了 并且罗兆辉就声称樊一鸣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之后吴京在香港又认识了她的第三任女友 同样是港姐冠军 颜值学历都在线的夜圈 不过还因为吴京在香港混得实在太差了 又分手了 女友虽然没得到 但因太极宗师的故事流畅 吴京的太极拳表演又令人眼前一亮 因此该剧集在内地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 而且在内地众多观众中 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 被剧中的男主角迷的《不要不要的》 为了追剧 她献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逃学 她的名字叫谢南 其后吴京又主演了《小李飞刀》、《新少林寺》、《金蚕思雨》等剧集 成为内地知名的电视剧演员 但电视剧演的多了 也会使她在电影圈的发展受到限制 这个时期她只参演了《蜀山传》和《罪马流》两部电影 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而且对于当时的《香港武打圈》而言 但高倍吴京这位外来人瓜分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包括之前李连杰那些高评分的武打片 在香港当年的票房 也是与成龙等人相差甚远的 虽说吴京有原和平和其他赏识她的导演帮衬 但在前辈跟前她还是个弟弟 在这种情况下 没助理、吃剩饭或被剧组工作人员鄙视 对吴京而言是种常态 面对各种明里暗里的鄙视和欺负 吴京只能连起锋芒 兢兢业业的当着各路大咖的绿叶 发挥着功夫小子能挨打的优势 另外 自从出道以来 吴京就带着李连杰接班人的标签 她打敌太极拳是李连杰用过的 她演的《少林寺》也是李连杰拍过的 她一直都处于李连杰的光环之下 并没有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这是吴京进入2000年后 演艺之路越走越窄的原因 直到2005年客串完《沙破狼》后 吴京的事业才出现了新的高光时刻 剧中 吴京不仅用一段行云流水的打戏 获得了同行认可 她本人也受到了 当时武打圈大哥洪金宝的赏识 虽说被真子丹狂揍的吴京身体上 受到了极大的疼痛 但她也算扛了过来 一打成名 此后吴京似乎在演艺圈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她不再是李连杰接班人 而是换上了冷酷杀手的形象 以这样一个人狠话不多的形象 她先后参演了《黑拳》《男儿本色》《夺帅》等片 这其中《黑拳》是吴京的自传式电影 导演罗首耀根据吴京来香港经历过的《至暗时刻》创作的剧本 但电影的故事仍然很空洞 吴京饰演的男主角高岗形象不讨喜 引进内地时又遭遇大面积山改 最终沦为一部失败的平庸之作 2008年 吴京首次自导自演了电影《狼牙》 娱乐圈的风向瞬息万变 观众审美变化之后 武打电影也渐渐没落 而且他在片中饰演的男主角阿布仍然没有摆脱冷酷杀手形象 因此缺乏新鲜感 在《狼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吴京在影视圈中越来越迷茫 甚至在《机器侠》 《月光宝盒》 《全城戒备》 《西风烈》 《爱情36G》 《新少林寺》 《电影版》 《开心魔法》这一系列上不了台面的烂片里打滚 武打电影不再吃香 自己又过了那个横冲直撞的年龄 不得已之下吴京只能再次转型 工作重心也从香港转回了内地 回顾吴京的这段香港经历 我们能看到 他为了摆脱以往标签所做的努力 但冷酷杀手同样不是适合吴京的形象 其原因一是这个形象不符合吴京本来的性格 二是他是个偏向反派的形象 缺乏可塑性 即使一开始受欢迎 观众也很快会对其产生审美疲劳 在回内地发展前 吴京上了内地的一个访谈节目 节目的主持人正是当年从13岁开始就关注他 崇拜他的谢南 那天 谢南他突然接到通知 吴京要来参加自己的访谈节目了 在节目的最后 他本想趁机八卦他的感情境况 不料竟被他反客为主 一连反问了三个问题 你结婚了吗 你有男朋友吗 你数什么的 此时他的一颗心已经像小鹿乱撞了 但他还在开玩笑说 这个节目不如改名叫我们约会吧 节目录完后 他请他吃了饭 四年后 三十一岁的他 披着婚纱嫁给了十三岁时就喜欢上的他 不知是谢南本来就忘夫 还是吴京的实力强悍 吴京回内地的发展比在香港顺利多了 不过这也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012年 吴京回内地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 这部剧让他找到了在影视圈中发展的新方向 为了演好剧中狼牙特战狙击手和陈光这个角色 吴京深入部队参加特训 在部队中生活了18个月 除了苦练基本功之外 也掌握了军人的所有技能 这部剧由于制作精良 在江苏卫视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令吴京看到了拍摄军事题材动作片的巨大潜力 于是他东拼西凑 到处借钱 最后还抵押了房产 那时他和谢南还没结婚 吴京对谢南说 我要是赔了 可能就倾家荡产了 你嫁给我要考虑清楚啊 谢南说 如果你的梦想不能实现 我们就算住再好的房子也会一生遗憾的 大不了我还有一个小房子 电影陪了我养你 最终吴京筹到了7745万元拍摄《战狼1》 在拍摄期间 谢南去探班时第一次见到吴京的拍戏现场 他被直升机吊在半空 当场吓得腿都软了 他才知道自己将要嫁给一个 经常处在生命危险中的男人 结婚前 谢南拿着吴京的核瓷共振片子给朋友看 朋友吓一跳 这谁的呀 这么严重 可能会残废的呀 但他们不知道这些都是吴京拍戏时的旧伤 除了之前练武时的伤 还有就是在拍太极宗师被打断左小指 拍小李飞刀被炸伤左眼 拍金蚕丝与膝关节被斧头砍伤见骨 拍沙破狼被打断四根木棍 拍战狼时被碎石擦伤过眼睛 在高空管道不慎摔倒过 被钢管砸伤手臂 手腕被卷进铁链 如果说受伤是功夫演员的宿命 那么担惊受怕就是功夫演员妻子的宿命 别人都在关心他有没有成功 票房能卖多少 能赚多少钱之时 只有他在担心他今天能不能回来 能不能毫发无伤的回来 就这样一个伤痕累累的男人 谢南还是嫁了 不仅嫁了 还自己一个人默默筹备了所有的婚礼细节 只打了个电话给吴京说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向剧组请一天假 回来参与一下就可以飞回去了 最后 吴京是拄着拐杖回来参加婚礼的 原因是拍戏时跳楼跳的 他的结婚事言也很特别 他说 老婆 我保证以后不跳楼了 不要再让你担心了 我会对我们的家庭负责 我爱你 最终 2015年《战狼1》上映 虽然孵化道和制作水平明显粗糙和廉价 却仍然收获5.25亿元票房 这让吴京首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战狼1》的成功未续集的推出创造了可能性 同样 《战狼2》在筹备期间也是十分的艰难 为了资金问题 他一筹莫展 甚至他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投了进去 为此 吴京又对谢南说 媳妇 如果这次亏了 我真对不起你了 但谢南还是那句话 没事 亏了我养你 吴京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后来吴京拍《战狼2》 为片头那个一镜到底的水下打戏 他跳了26次水 一次在水下待了13个小时 差点被淹死 谢南只能自我调侃了 他是答应过我不跳楼 改跳海了 一会儿又自我宽慰 我相信京哥 他答应过我 会拼命但不玩命儿 尽管每天担心 但谢南却没有阻挡吴京拍戏 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后来 2017年《战狼2》全球首映开始 谢南的微博就聚焦于丈夫吴京导演的《战狼2》 特别是7月27日公映以后 谢南微博内容就只有一个主题 只谈吴京的《战狼2》 全力为《战狼2》助威拉票 谢南拉着圈内好友为老公吴京的电影做宣传 他还公开转发了吴奇隆 刘诗诗 柳妍 赵丽颖 宋茜 谭维 唐烟等人的微博 为《战狼2》卖力的吆喝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男女老少 尽自己最大努力为电影圈粉再圈粉 可以看出谢南为了吴京 《战狼2》的宣传做了很大的努力 他尽他全部力量来帮助吴京 可以感受得到他深爱着吴京 他把这种爱化为两人共同前进的动力 所以说不要低估一个女人陪你吃苦的决心 只要他觉得你值得 他愿意付出青春 金钱甚至全部 最终 《战狼2》拿到56.81亿元票房 成为内地电影票房之冠的同时 吴京也一跃成为内地最红的动作明星 此时的吴京已经出道21年 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21个春秋之后 他才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 用大气晚成来形容是在恰当不过 而此后 吴京的路就更加顺了 有他参演的电影 基本上都大卖 吴京也成了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之王 《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 《攀登者》《我和我的父辈》等 让吴京成了罢评一般的存在 他的票房总额接近250亿 前十部国产片中 他一人就占了四部 前五部中 他就占了三部 有人认为这是他的运气 但得到多助 一个人运气和他的人品是分不开的 出道至今25年 吴京在娱乐圈中 也早已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他性格直爽 爱憎分明 又快人快语 面对媒体时经常妙语连珠 他低调又热心 汶川地震时他不仅捐钱捐物 还亲往灾区参与救灾 和官兵们同睡在一起 这段经历却直到多年之后 才被媒体曝光 因为这些闪光点 吴京在内地一直保持着高人气 也吸引了大量粉丝 特别是有很多青少年 都将他当作学习的榜样 流量时代 相比于一些明星 票房之王光环之下的吴京 却始终保持着清醒 他深知一个演员能走更远 要靠作品说话 在《战狼》系列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后 他却没有急于消费这个IP热度 而是把脚步慢了下来 把心扑在了自己演技和导演水平的学习提升上 落魄时不自愿自艺 用实力和乐力武装自己 成功时不骄不躁 不忘自己入行的初心 这或许也是吴京大获成功的原因 早前岌岌无名的功夫小子 变成了现在的票房神话 吴京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人生逆袭 而他也配得上所有的鲜花和掌声 除此之外 吴京也以自身经历向广大网友证明了那句 自立者人恒立之 自助者天助之 追了取 买走 从我们终棺的聪明